今天咱们说另外一个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 叫做Omigen2 它的一个作用其实和Flux Contacts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可以去修改图片 甚至可以参考生成 那Omigen这个模型应该说非常有历史了 那我们可以说第一代的Omigen 是最早的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 那么第二代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效果呢 或者说如果我们拿Flux当一个标杆 那么Omigen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那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实测一下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Confly的官方呢 目前呢也已经支持了这个新的模型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发布的这个blog 有对应的工作流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的这个功能的有三种 第一种呢叫做Text to Image 第二种呢叫做Edit Image 还有一种其实叫做什么呢 叫Multiple Input 就是我们输入两张图片 其实就是参考生成 如果说你看这个博客 可能得不到太多的信息 大家可以点开它的这个文档 那这个文档里边呢 文档里边的教程呢就比较详细了 首先呢大家需要做的是下载模型 那这有一个Omigen2 FP16的模型 那VE呢其实和Flux模型是一样的 另外呢你要注意啊 这个Omigen2呢主要有两个创新点啊 第一个就是它把理解和生成呢分开去做 那理解呢主要是靠千问的这个模型 而且你要注意啊 它是个视觉模型啊 是一个VR模型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它有自我推理的这种机制 就是它会看一下 我生成的这个色彩啊 细节啊是不是合适啊 然后如果不合适呢 我就尝试去修正 那当时呢 我也是看到它论文里边这个内容呢 我就特别想去尝试一下这个模型啊 但是真正尝试的效果呢 只能说待会大家看啊 另外的话呢 这里边有对应的工作流 你把这个图片啊 拖到你的Configure里边 就变成了这个工作流了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主模型存放 我们需要放在你的Configure目录里边 Models 然后Defulsion Models里边 放到这就可以了 而我们的千问VR模型呢 大家需要放在Text Encoder里边 就这个东西 然后一定要记得把你的Configure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呢 你就可以测试这个模型了 那同样呢 Running Hub目前也支持了这个模型啊 所以说呢 我在Running Hub上构建了对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先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回头呢 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搜一下 有趣的80后程序员 从我发布的工作流里边 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用到的所有的工作流 好 下边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的基础功能 它的基础功能呢 其实就是文生图 那我们还是先看实例啊 看完实例之后呢 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它在应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技巧啊 我们来把这个工作流的基本情况给大家过一遍啊 注意啊 这个部分是我家的 这是一个Florence的反推 所以说我们重点还是看这边啊 这里边模型的加载三总件啊 主模型Omgen2 然后我们的文本编码器是千问2.5的VR模型 VE就是Flux的AE啊 然后我们的分辨率呢 是1024乘1024 然后呢 我这儿有一个提示词 你注意现在这个提示词呢 是靠这个反推出来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看一下 它在生成人物的时候效果怎么样 采样的时候呢 稍微有一些不同啊 首先用的是高级采样器 而且呢 我们的getter用的不是我们的basicgetter 而是一个双CFG的getter 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两个这个正向条件啊 还有一个反向条件 而我们连的时候是这样连的 提示词连condition1 反向提示词分别连condition2和negative 下面的这个CFG的设置呢 大家就保持 我现在这个设置就可以了 就5和2 另外呢 我们的采样器用的是OLA 然后呢 scheduler用的是sample 20度采样 大家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 说实话 不是特别的好啊 你会发现它整个的状态 第一个会出现模糊的这种情况 虽然说它的长处不在文生图这 但是呢 的确它生成的图片呢 有不清晰的这种情况 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说我得到的基础结论是 它不太擅长生成人物 比方我们再来换一个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又生成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对吧 不是特别的清楚啊 那你说我去提高采样步数啊 这个你可以去试试啊 那看一下 我们提高到了25步 好像效果还好一些 但是啊 这个并不能说明提高步数就一定能解决模糊的这个问题啊 待会呢 我们还会看到类似的这个情况啊 那你看生成图片的这个质量啊 其实呢 有比较强烈的flux的这个感觉 是吧 看脸部的这个肌肉 这种塑料质感啊 是比较明显的 下面呢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们生成的是一个 是一个带着皇冠的猫啊 其实他官网的一个例子 这个我给大家说明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是说啊 我们真兔呢 在生成这种啊 叫场景类的 或者叫不以写诗人为主的这种啊 图像上面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我会用两个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大家看一下啊 整个的这个场景的构建啊 细节的表现呢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是吧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啊 第三个呢 其实是在日出 光照下边的一个萤火虫啊 而且它在花瓣上 这个也是官方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构图也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个更能说明 奥米真兔 它在场景构建上的一个能力 看一下日出的这个场景啊 带龙珠的花瓣 还有这个瓢虫啊 整个的细节表现都非常的到位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关于图片编辑 图片编辑呢 整个的工作流呢 会稍微有些变化 主体呢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我们看一下 主要在图像这块 因为呢 它可以用一张图像 或者两张图像来作为参考啊 所以说呢 它这有两个图片 当然有一个流呢 是禁用掉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 有一个图片 然后呢 我们把它做放到一个百万级的像素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进行 VAE的incode 编码到浅空间 获得它的图片的宽和高 然后呢 生成一个浅空间的图片 这个呢 主要用于采样 然后这个latent 主要是生成我们这个条件的 这个跟flux context是一样的 我们拿文本的这个条件 和我们这个latent啊 进行一个条件的重新生成 和flux context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反向条件 同样也需要啊 这样去参照和生成 然后分别连到condition1 condition2 以及我们的negative 但是你要注意啊 negative连的时候 是没有过reference latent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稍微有点绕 下边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呢 是把这个女孩 转成一个水晶质感的 这样一个感觉啊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真实人物的这种转换呢 其实还是啊 它的效果呢 可能并没有这个 一些玩具啊 或者物体那么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真实人物的 大家看一下啊 把它转化成一个水晶质感的 注意啊 这个身体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吧 主要是在一些 周围的这种元素上 其实裤子和衣服 有点这个感觉啊 但是不是特别的明显 然后我们换一个 我们换这个小兔子啊 我们同样把它转成一个 这个叫钻石质感的啊 或者叫水晶质感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其实就要好很多 是吧 看耳朵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还是觉得 它的表现真实人物方面呢 可能没有表现 物体方面那么出色 好 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啊 它风格转换到底做的怎么样 这儿呢 我有一个图片啊 一个美女在一个花丛里边 现在呢 我要把它转化成什么 3D风格 你要注意啊 它即便是千万模型 肯定是支持中文的 所以说呢 我可以直接说 将图片转化为中国的国风 3D风格 好 下边呢 我们试一下 这个风格还是比较棒的 是吧 但是人物刻画可能没有那么细致 可能他对这个3D诸国风的理解 还不是特别的到位啊 但是总体上来讲 还是没有问题的 下边呢 我们给他一个难题 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啊 就是所谓的多模太大模型 将真实风格转成动画呀 转成其他的这个都好转 但是你要是想把它从一个动画风格 转成一个真实风格 这个往往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啊 Flex Compaqs是可以做到的 那OmbGEN2能不能做到呢 哎 我们来试一下 这有一张图片 然后我的提示词是 Transform the image to a realistic photo 我们把它转成一个真实的照片 我把这改成25部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很明显 不能叫一个真实质感的 这个画面的表现呢 也不够细致啊 和Flex Compaqs的确是没有办法去比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进到图片编辑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将它的头发啊 给它改成蓝色 把这个步数调成25部 我们再来跑一下 这个不出意外呢 会出现模糊的情况 大家看一下啊 依然出现了模糊的一种情况 尤其是头发的这个地方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去除物体 去除物体的话呢 这个女孩拿着一个标识盘 我们希望她把这个标识盘给它去掉 所以说我这个提示词写的就是去掉 女孩手工的标识盘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这个呢 依然去掉了啊 肘呢 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看一下啊 总体上来说呢 还是不错的 而这个例子呢 其实是换衣服啊 看一下 这个美女的穿着一个深蓝色的衣服 那我希望她把这个衣服呢 换成白色 我们让它才要生成一下 大家看一下 衣服呢 虽然换掉了 但是老毛病又出现了 就是不清楚 是吧 所以说 总体上来讲 就是这个模型好像没有训练到位 功能都有 但是不够细致 下边呢 我看修改文字啊 我希望把这个标识盘上的文字给它改掉 这个我们在 Black's Context里边也用过 所以说呢 我们写的是 Change the text to well done 看一下啊 这个根本改不掉啊 有的人说 可能我这个写的提示词有问题 我一定要写把这串啊 因为我不知道这写的是啥 这是一个日语吗 好像是sayonara啊 不知道 我感觉像 但是你非得让我这样写啊 把sayonara改成well done啊 这个我觉得有点难为我 是吧 所以说呢 我直接这样改 你会发现整个采样就不成功 这个我不只测了一遍啊 很多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 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其他的用法啊 它标榜它可以做这样一些事情 比方让它变胖一点 我把这个部署改大一点啊 看一下 能不能把一个苗条的美女变得胖一点 的确让它变得更胖了 但是呢 这个老问题不太清楚 是吧 总体上这个感觉是出来了 下边呢 我们开始参考生成 这个呢 也是它官网的一个例子 那我会把这只鸟 给它放到这个桌子上啊 所以说呢 我这采用了两个参考图片 这个就全部放开了 提示词写的是 as the bird from image one to the desk in image two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要把第一个里边的鸟放到第二个的桌子上啊 大家看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啊 但是你去细看这个鸟啊 它其实是有些变化的 并不是那么的像啊 好 下边呢 我们做一个 我们经常会做的一个参考生成的例子啊 两个美女的图片 然后呢 我说让图片一里边的女孩 和图片二里边的女孩拥抱接吻 我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注意啊 它的一致性保持的依然是不好的 仅仅能保证衣服和这个发饰 大体的外观是一致的 人物的面部这个基本上是不能保证的 另外你要注意啊 在这个工作流里边 这个分辨率是用这张图片来进行控制的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我们大概只能看到一个半身照 那假如我现在把第一张图片换一下啊 换成了一个竖板的 那我们再来生成 那你看到的将会是一个多半身 或者是全身的这样一个构图 大家看一下 跟我们预料的差不多 这的确是一个什么 全身的构图 而且你会发现啊 这个明显是一个西方人 对吧 只是穿的衣服一样 好到现在呢 所有的测试我们就讲完了 那回到我们去处的问题 你觉得Omigen2相对于 Flex Context 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这个我就不说结论了啊 我想大家心里边都有一个自己的结果 好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